哈喽 欢迎大家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在三年前的时候 我们这边来了一位福建老板 他异乡在我们江西农村后山那个位置 承包了一大片面积 搞起了种植也搞养植 我回到老家就听我们村里来议论纷 这位福建老板呢 他养了一种非常大的动物 这种动物价格在市场前景非常的昂贵 听说养大成型出栏一只能卖六万块钱 他七年就出售了一匹将近六十只 就赚了一百多万 我发誓内心的非常的羡慕这位福建老板 他养的到底是什么动物这么赚钱 今天正好在老家就带视频前的网友 去我们后山那个位置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位老板到底养的是什么动物 如果真的这么赚钱的话 我也养几只估计也能发财了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随我的镜头 去我们后山那个位置去看一下 走了 眼前里面镜头里面所看到后山这个位置 一大片面积就是这位福建老板 在我们后山这里承包下来的主要是搞种植 也搞起来养植 他养的这种大动物呢 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里就有三个大场合物 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种大动物 进来里面大家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你们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 其实他养的这种大动物呢 就是一种牛来的 也是一种新品种 他们那边是叫什么西门大鳄鱼 我们能看到每个棚子都是一边分为有20只 它上面也养了有20只 在上面还有一个棚子也养了有20只 总共它是养了有80只这种西门大鳄鱼 像这一批的话稍微比较小 这种也就是1000斤左右吧 如果是上面的话 少说都有1300斤到1500斤 养一段时间呢 他就要出售了 我们能看到他刚进来的这一批 都是这么大的 也就是几百斤的样子吧 像这种西门大鳄鱼 看起来是挺凶猛的 从小呢 就要把一条很大的粗的链子 从他的脖子拴住 然后拴到这个铁管上面 看到没有 每一头西门大鳄鱼 都有一条很粗的链子 把它拴住脖子 足足可以证明 他养了这种西门大鳄鱼 有多么的凶猛 生怕他跑出来 因为这种实在是太凶了 一直都三样子 直到他成年出来 才把它拉走 你们能看到 听老板说 养到一千五块钱到一千六块钱 一直出来就能卖六万块钱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上面那个棚子就差不多要出来了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棚子 是不是密密麻麻的 估计这位老板今年又要发财了 过几天他要出货了 刚刚呢我们也去看了一下 这位福建老板养的这种大动物哈 其实也就是一种新品种的牛 它们那边呢是叫什么西门达尔牛 也不知道镜头里的网友们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 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人养殖 像他一样的这种西门达尔牛 出栏一直达到一千五百斤 是不是真的可以卖到六万块钱呢 也可以在我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有没有见多石岗的网友们 你们对这种西门达尔牛 有没有更好的知识了解哈 都可以在我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说实话 我还是挺羡慕这位福建老板的 毕竟他每年出栏一批啊 就能赚到一百多万 还是挺厉害的哈 这期视频呢就先分享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